孕妇火车上借钱,路人纷纷躲避,母亲借她800,到站乐开了怀。 刚收假的时候,火车上人特别多,母亲从县里去遥远的南方打工,跟旅游返程回来的人集在一起,还好买到了座票,才不至于一直站住难受。 火车开了一个多小时,停了一个小站,上来一个孕妇,没有座票,就站在过道。 路人们都仗住自己有座票,而且不接受任何道德绑架,就没有人给孕妇让座。 母亲也是女人,女人心疼女人,就好心站了起来,给孕妇让了个座位。 母亲说,你大哥肚子,真不容易,还坐火车。 孕妇说,谢谢大娘,我跟老公吵架,一气之下跑回娘家,上来的筑籍丢了钱包,所以就只能站票了。 母亲说,你跟我的目的地一样,你就做助理吧,只是大住个肚子,坐硬坐真是煎熬。 孕妇说,借我八百元好吗,我补账卧铺。母亲没说话,陷入思考。 孕妇又说,我一上车就发现钱包丢了,就去借钱,可是路人们纷纷躲避,没人借给我。 我看大娘,您给我让了坐,心地一定善良,所以。 母亲想通了,就拿出八百元准备给孕妇,这时车上的路人都说,火车上这种骗子最多了,你可要小心啊大娘。 母亲刚拿出的钱又放了回去,但看孕妇确实大个肚子太难受了,心里想住,你们这些路人纷纷躲避不借钱,我身为女人,也当过孕妇,一定要借钱给她。 就赶紧叫来列车员,拿八百元借给她补了张卧铺,临走,孕妇一个劲儿地给母亲致谢。 母亲看住孕妇远去的背影,心里难过得很,想住自己第一个月的房租钱借了出去,一下火车就要封餐露宿了。 火车又开了十几个小时,终于到了南方,那座美丽的大城市。 母亲一架火车,傻了,惊喜来了。 只见刚刚挺住大肚子的孕妇就站在出站口等住她,身边还有一个老板模样的男子。 孕妇指住母亲就说,爸,是这个大娘给我借了八百元,让我睡了卧铺,帮助了我。 男子说道,听我女儿说,你来我们南方打工,工作找到了吗?我们公司缺一个人,你过来吧,工资八千。 母亲开心地赶紧问道,谢谢老板,干什么的,我一个老太婆,也没有什么技能。 男子笑道,我不会让我女儿回到那个渣男身边了,你的工作就是做我女儿的保姆,陪助她,看护助她,让她顺利度过孕期,之后再照顾我女儿和小宝宝。 此时母亲已经乐开了怀。